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答应要成立调查小组 我看了您的报告 第十七页 只是文化资产局组成调查小组 所以这个调查小组的组成 不是文化部 是文资局组成调查小组 对不对 文资局是文化部最重要的右手 所以我要知道是 文资局组成调查小组 是不是文化部负责 我们把澎湖 不要弄这个画面了 那个澎湖天后宫的照片 文化部负不负责 文资局的调查小组 这个报告是您的报告 文化部的报告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无论调查小组是谁组成 最后是文化部负责 好 一个设计 一个古籍的修复 如果它有问题 有可能出来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当初的设计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第二个部分呢 是它可能没有照设计来做修复 就是说你当初的设计是这样设计 可是你没有照这个设计来做修复 第三个层面呢 是有可能是你在现场的管理出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这个您的报告里面 说到确实按图失作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 这个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大致上这个报告 这个调查小组 大概呈现的就是说 设计没有问题 因为设计也要经过审议嘛 对不对 所以设计没有问题 因为如果设计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失作如果没有照你审议通过的设计的话 那就是建筑师要负责 那如果 我们去审议说 这个设计有问题 设计有问题的话 那建筑师会觉得说 那我送给你审议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设计有问题 你当初的审议委员应该要负责 我这样讲没有错 对没错 好 我们在12月12号跟您咨询 那么经过您的这个指示 成立了调查小组 12月17 我们施局长 跟这些调查小组的成员 到了澎湖天后宫的现场 12月12 我咨询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您指示要成立调查小组 我给你看一页 我们把一个新闻稿给农部长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新闻稿 102年12月十几号 洪湖天后宫修复事项之澄清 我咨询完是12点过了 你们文资局连到现场都还没有看 在12月12号下午2点 就发了一个澄清的新闻稿 那你们去调查什么呢 你们还需要调查吗 你们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 都照着设计来做 你们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 说这些 包括澎湖县文化局的说明 你们迫不及待的去澄清 你们连调查小组都还没有去现场看过 12月12 我12点多咨询完 你们下午就发一个澄清的新闻稿 你们也太急了一点吧 大委员是这样的 因为您当时提出来的质疑 很多的记者都很关心 所以在质疑结束 在咨询结束之后 马上就来追问 所以你们不需要等到调查小组去看过 就可以跟大家讲说 好我们回到那个照片 我们回到这个照片 你就可以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我们修复出来 原来设计就是这样了 它本来就是要有这个 这个透气窗 这是原来的设计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讲 而且跟大家讲说 使用了少数的水泥 却有必要 好我现在要回到一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就是这个图样 这个图啊 是原来的设计图 好 这个是设计的透气窗的立面图 这个是平面图 完全没有错 那个透气窗的高度 它的大小 就是当初的设计 所以文化部 跟文资局 跟调查小组 通通通肯定 通通按图施工 也通通肯定这个设计 没有问题 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现场管理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过三个层次的问题 设计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有没有按图施工 有的 所以剩下现场管理的问题 就是层次最低的那个问题 好我要给您请教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刚才提过 如果设计有问题 是谁的责任 是这些审议委员要负责 好 我们的这些调查小组的成员 包括我们施国龙局长 您是调查小组的成员吗 是的 李前朗教授薛琴 张家祥 严雅宁 曾国恩 这五位学者专家 都是跟您共同组成调查小组 我请问您 您是不是审议小组的成员 您不是 您不是这个 您不是这个叫做 古籍历史建筑审议委员会 的成员吗 您不是机关代表的成员吗 我跟委员报告 那 是不是 我是古籍审议委员会委员 是不是 是 但是在输出审讨是不送审议委员会 他是经过专家学者审议 听我讲完 听我讲完 好 国定古籍彭湖天后宫本体损坏调查研究计修复计划的审查 有没有经过你们这个审议委员会 有没有 刚刚市局长说是没有的 没有吗 他是一个专案小组 没有吗 对 我补充 没有吗 我补充说明一下 民国九十九年十二月 召开彭湖天后宫本体损坏调查研究计修复计划 民国九十九年十月十二号 召开国定古籍彭湖天后宫修复及再利用规划设计 设计书图 其中报告 你讲的就这个对不对 其中报告 审查会议 然后一百零一年一月四号 期末报告审查会议 好 我要跟您请问一下 除了您之外 这五位调查小组的成员 有哪一位 或者我这样问好了 我一个一个问好了 这五位调查小组的成员 李前朗是不是审议小组的委员 是不是古籍历史建务审议委员 是不是 李前朗是不是 李老师是 薛琪是不是 也是 张家祥是不是 现在不是 那个时候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不是 可能是 严雅宁是不是 不是 严雅宁不是 严雅宁那个时候也是 曾国恩是不是 曾国恩不是 曾国恩那个时候也是 那个 怎么可能 好 那委员请问一下 我那个人 请问一下 您是谁20时的古今审查委员 还是指书图的审查 听我讲 这是不一样的两个 听我讲 彭湖天后宫本体损坏调查研究计修复计划 出席的委员 严雅宁 听好 这几个里面有一个严雅宁 99年10月12 书图审议其中报告审查会议 审查委员张家祥曾国恩 国定彭湖天后宫 一百零年一月四号 修复及再利用规划设计 设计书图期末报告审查会议 审查委员张家祥曾国恩 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一 国定古今彭湖天后宫修复及再利用工程工作报告书 其中联席审查会议 审查委员曾国恩张家祥 我要问你们这个五个委员里面 要么就是审议委员 要么就是书图的专案小组的委员 哪一位不是 包括你本人哪一位不是 结果你把所有应该要负责的人都找来 然后去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那当然废话 设计当然不会有问题啊 设计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这些人通通要负责 这样的调查小组会调查出什么吗 所以调查出来的结果 不用讲 一定是城市最低的 现场管理的问题 你把我当做三岁小孩吗 你们在十二月十二日我质询完 就迫不及待的就做了结论 十二月十七号 你带着五个学者专家 在每一个通通都参与审议 然后最后要来调查 我们看下一张 他的这个报告 损害成因 这是修复方法跟设计 这个建筑师写的 他说损害原因是什么呢 避免结构脏污瓦座破损情形的 原因是什么 灰座参用水泥 所以他要怎么解决呢 修复对策 他拉到下一页 以传统工法材料施作 结果呢 结果你们说 可以加一点水泥 他因为 参用 灰座参用水泥 造成损坏 像现在的修复 说部分可以参用水泥 好 我要问说 可以参用水泥的比例是多少 有没有任何的说明 对不起 没有的 这个就是说你们对于 澎湖天后宫 的调查 结果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是必然的 因为所有去调查的人 如果告诉大家说 我们回到澎湖天后宫的图 告诉大家说 不 不应该突出这么高 这个太突兀了 这个太难看了 就好像大部分能看到的 感觉一样 他如果他承认这一点的话 他就要去面对说 这些图都经过我们审查 是我们同意的 是调查小组 每一个成员同意的 他怎么可能调查的出说 设计出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参用白水泥 一开始都不承认 对不对 一开始都告诉我们说 没有 绝对没有水泥 好啦 被抓出来说 用水泥 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说 有部分师座 是要用水泥的 但是建筑师告诉大家说 这个会坏掉的原因 是因为用水泥的关系 因为参用水泥 所以他必须要 他必须要怎么做 他必须要 先前灰座或乌工 参用水泥造成的问题 再次发生 怎么办 修复的灰座年座 不应使用现代水泥 不应使用现代水泥 不可以啊 结果用了 好你现在又告诉我们说 可以用一点啦 看情形啦 用这一点比较好 好啦我要问说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你不要报告 请龙部长报告 你这个报告就是你文化部的报告 你这个调查小组调查出来的结果 就是你文化部送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是你龙部长要负责的 是 但委员我可以回答吗 请说 但委员 其实当同仁这个专业小组要去飞到澎湖的时候 我甚至于还特别的问说 当初审这个书图的委员一定要参与 这样才会有前后的衔接 你不可能突然找一批前面完全不知道的人 那你如何去对照说 当初审你的图的时候 我们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而结果你现在到底做的怎么样 所以前后委员要至少有一部分是要有衔接经验的 你的这个要求就已经先天已经注定一点了 所以你要一要求说是不是有照审的书图 所以就已经否定了书图有可能设计不当 这个已经被排除了 但委员 对不对 你的出发点就讲 找书图的委员来 审书图的委员来 但委员 我觉得您现在 照着设计来做 我觉得您现在在 设计有可能出问题 您现在 您现在在质疑这五位专家 我在质疑你 我不知道 我在质疑你 我在质疑文化部 你们成立调查小组 但委员 其实就是在包庇 我不认为如此 你的调查是假的 但委员 我不认为如此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我完全不同意您 我完全不同意您的说法 你会得到现场管理的问题 但委员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我认为 我认为您对于 我认为您对于 我认为您对于一位专家的指控 是不关注 您的调查小组 调查报告有没有指出 这些现场师做的工匠的经验 您知道 做泥座的工匠 他前次的经验 他唯一的经验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做泥座的工匠 是做台北市市定谷基 紫藤炉 你很熟吧 他们没有做过国定谷基 他们只做过紫藤炉 本来做大木的工匠的经验 也是做紫藤炉 紫藤炉是日本的宿舍 他们没有做国定谷基的经验 他们没有做过像 澎湖天后宫这样的经验 没有 你们的调查小组 揭露了这一点吗 没有 你们的调查小组是个笑话 你怎么办啊 那你现在要再次听他们背书吗 这个就是你们的调查小组 做出来的报告 你文化部要背书吗 你在这边公开的讲吧 你公开的讲啊 因为你接下来礼拜三委员会要审啊 要审预算了 我还会来啊 但委员 我认为您对于我们这五位专家的 你要不要背书你讲啊 我觉得不尽公平 你要不要讲要不要背书 你有没有背书 你做了报告送过来你背不背书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报告是否对于书图本身当时的审议 背书不背书 背书不背书 段委员 您真的不需要这样的极言力色 段委员真的不需要极言力色 您不极言力色 我也是会回答的 您不极言力色 我也是会回答的 段委员 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专任小组 特别飞到现场 就是着重于在 他当时他的施工跟管理 跟当时的书图有没有违背 所以他当时被赋予的任务是这样的 您今天提出来是说 对于他书图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这其实您今天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对 我提出个新的问题 我当初的质询有跟你讲说 这个设计没有问题吗 我执意的就是设计 段委员 真的 要不要把当初的我们质询的录音带调出来 段委员 我如果当初只说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请查查看有没有暗图设计 段委员 我们带着 我有这样讲吗 段委员 所以你已经先排除了设计了 段委员 我觉得我不要再 段委员 你真的不需要集园逆色 我们同学人都会好好的回答 你的回答让我不得不生气 我一开始有这样生气吗 我觉得您完全没有 您完全没有必要 你有没有一点点担当 我当然有担当 让我不得不生气 段委员 您在12号的质询 我们对于您质询的重视 17号马上全员到现场去 那我们去把我们同仁拿着书图去跟现场的执行去做一一的对应 所以对这五位专家的投入 我是感激的 那至于您今天提出来说 要对书图本身去做检验 那这个我们当然也可以做 让我提出来吗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在12号 至少我12号的认知 段委员 段委员 12号 我不认为如此 段委员 您 段委员 段委员 你真的 你真的不需要吉原绿色 你在调查的时候你要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回答我 不是 我刚刚试图回答 我得不到回答的机会 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 因为我没有提示 你要调查是你的事情 我又不是主要故障 段委员 我们针对天后宫 我讲的 你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排除了 没有错吧 是因为 对不起 我跟您道歉 我鞠躬 说我没有跟你农大部长报告 说农部长 请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图 这个图你请你一定要去查 他有没有设计上的问题 我要把你当作幼稚园的小朋友 说小朋友 我跟你讲 这个图你要看一下 这个图上面 这个着色有没有问题 是这样吗 你好可怜 你把农大部长当成这样子 我对不起 我就是瞧不起你 我也希望